要先恭喜周思琦這場比賽拿下MVP 恭喜喔 政典哥好 中教練好 恭喜 周董很客氣啦 周董其實請來 你先來談一下那支全力打好了啦 其實基電球季你之前面對到克里斯 六個打數只有一句安打而已 但是今天面對他的狀況不錯 還敲駐全力打 是不是也來談一下 有沒有針對克里斯的球路做一些調整沒有 其實沒有針對他的球路做調整 就大概設定高一點的球 然後自己喜歡的球路就攻擊這樣 那支全力打你打出去的時候有感覺嗎 沒有想像中全力打的感覺啦 不過那個擊球點還不錯這樣 所以這個打出去的時候其實也是一直在看啦 還不知道說會是全力打 那今年球季第一發的全力打 也幫助球隊打下了這個四連勝 那是不是也請來談一談就是說 上半球季跟下半球季兄弟相對 你覺得最大的不同點在哪裡 因為上半球季我們算是墊底嘛 然後像總教練就針對我們手臂 然後集一些缺失跑壘的缺失 然後來做加強這樣子 然後來像打擊就比較沒有那麼要求 所以在手臂的部分確實是有下過一番功夫 那氣氛呢 氣氛一直都很好啦 然後四連勝當然是更好的 對啊 然後這個今天賽前有其他球隊的教練說 他看好兄弟相對在下半球季前半段能夠保持第一名 那這一點周董有沒有信心 前半段嗎 沒有啊下半季就是我們要拿冠軍 沒有前半段 有你這句話 相迷應該是今天晚上會做一個好夢 睡個好覺啦 那也來請周董談一下 就是說今年球季來到兄弟相對之後 那有沒有給自己定下一個個人年度的目標沒有 其實剛進來的時候是沒有定個人的目標啦 還是以團隊為主然後總冠軍這樣子 然後因為加入相對之前也是要感謝相對啦 才可以進入相對這個大家庭這樣子 所以還是以團隊作戰以及總冠軍為主 不過你今年打球就是來到兄弟相對 那其實你過去在之前也曾經當過兄弟相的對手 那也曾經感受過兄弟相對的這個加油聲勢 龐大的聲勢喔 那當時的相對是你的等於算是你的敵人嘛 那不過現在相對來幫你加油 是不是也來談一下這方面的轉變 因為之前在其他隊的時候 然後常常被相對罵嘛 在對面就被他們罵這樣子 然後打得太好也會被罵 然後現在加入相對 然後也感受到相對的一些溫暖這樣子 然後感受到相對很可愛 然後氣勢又很龐大這樣 對 那連續兩天其實在台南球場 斗六球場都有不少的相對朋友來幫你們加油 那下禮拜你們又要到花蓮去 雖然周車勞頓 但是是不是也會希望說 能夠有更多的球迷進場來幫你們加油 當然是希望球迷 很多的球迷進場幫我們加油這樣 那這個禮拜 這一兩個禮拜周車勞頓會不會很累 是還好啦 不過幫球員的宿命就是這樣嘛 就是要坐車打球 對 然後表演給 然後呈現給球迷 精采的球賽這樣 你們這個禮拜 台灣西部已經算是 坐車做得蠻辛苦的 可是打出了四連勝 那也預祝了接下來 周董你的表現會越來越好 也謝謝你受訪訪 好 謝謝正點 謝謝鍾教練 謝謝 謝謝 好啦 最後還需要請球迷中彩教練 來做一個